- 豪華都會小車雷,它一向被視為是瞄準年輕個性化買家的產品 你可能會期待它必須要有時尚的設計元素 要有細膩的質感做工,還有輕盈靈巧的駕馭感受 Audi的A1 Sportback,也就是瞄準年輕個性化市場所推出的產品 它的體型不用大,4米多一點的車長,小巧的剛好適合一個人或者情侶使用 它也可以輕鬆的在小巷弄,在停車場穿梭自如 但是A1 Sportback真的能夠符合年輕買家的需求嗎? 從A1第一次亮相到現在已經超過了10年 距離前一次改款也已經有5年的時間 現在的A1對比先前的樣子,確實更加活潑也更帶健然了些 那車燈就不用說啦,Audi一直被戲稱是被汽車耽誤的車燈製造廠 A1 Sportback不但頭尾全部都是LED燈組 頭燈這個箭矢式的軸型燈設計,還有車尾的動態方向的 哇,那都讓科技感有效的加分 而且啊,現在的Audi還喜歡透過清晰的板件折線,營造鮮明的光影變化 讓車子的視覺效果更加的活潑 像是你看這個引擎蓋,車側,甚至是尾門還有尾燈這些地方 都可以看到立體雕琢的折線 也讓新的A1更有精品感 我覺得可以啦,但你行不行?要問你自己 但是你要說A1 Sportback真正讓人有感進化的 可能還是這個座倉設計 攝帶眼鏡之後咧,科技化是最明顯的感受所在 10.25吋的全數位虛擬儀表板搭配 8.8吋中控台MMI系統的觸控螢幕 這些都是全車系的標準配備 也幫助A1帶來好像是戰鬥機一樣的 玻璃化數位座艙氣氛 而且啊,整合在中控台內的這種設計手法 還不會讓這塊螢幕在車室裡面顯得突兀 對我這種害怕大平板式螢幕設計的人來說 我覺得可說是恰到好處 不僅只是看起來好看 這螢幕用起來也相當令人滿意喔 這塊觸控螢幕就像是智慧型手機還是平板電腦一樣 滑起來相當的順手 更不用說像是ACC主動式的定速巡航系統 還有整合A1B主動煞車輔助的 Audi Pre-Sense Front前方預警式防護系統 這些現在年輕人重視的A-DAS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都是它的標準配備 而且還可以選配像是盲點偵測 還有主動式車道維持輔助等輔助系統 也算是符合年輕族群的需求啦 再來看到這個明顯傾向駕駛座的中控台角度 不用說啦 就知道Audi A1 Sportback 就是個完全駕駛導向個人設定的車 乘客什麼的都不是優先考量 而且我必須說啊 現在A1坐廠裡的每一條線都拉得強額有力 棱角分明的線條設計 不只感覺到設計師對於坐廠設計的信心 還能展現車主的自信 猶豫嗎? 買下去就不由得你懷疑 你說動力咧 116匹馬力 20.4公斤迷扭力輸出的1.0升引擎 配上7速雙離合器自首排變速箱的組合 你要說有力嗎? 那其實也還好 不過啊 A1 Sportback 它的車重只有1160公斤 這樣的動力組合應付日常生活使用 還綽綽有餘 不管是爬爬停車場啦 或者是假日的時候跟著另一半 還是帶著狗狗貓貓一起上山玩玩 都不是什麼大問題 雖然說它少了一點鋼炮個性 不過未來原廠還是有機會推出A1 Sportback 對於喜愛熱血駕馭的消費者來說 這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不過讓我們回到最開始的問題 究竟A1 Sportback會不會是年輕人的菜呢? 想要旋律的外表它有 想要科技化的內在 它有 想要智慧化的操作介面 它有 如果想要個性化的搭配組合 它有11種車色 3種內雙顏色選擇 2種對比色車頂選擇 你也可以組合出屬於自己的個性化搭配 對我來說 這樣已經夠了 但是 年輕人究竟會不會買單 你會不會願意掏出120萬以上的價錢 來買這樣的車呢? 還是要看你自己